弟兄姊妹平安 很多教会弟兄姊妹都认识中师和黎光夫妇 但可能你们还不知道 中师是一位影视制片人 黎光是位导演 他们所制作的纪录片 密菲博士之家 在2018年已经得了七个奖项 在今年又得了大奖 是国际基督教电视节的最佳纪录片的第一名 黎光说 在这部纪录片中 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同时也改变了他个人的生命 他期待着与众多的弟兄姊妹 分享这部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在我们这里的孩子 患有脑瘫 癫痫 脊膜蓬出 先天性心脏病 自闭症等不同严重疾病 他们从小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 被当地的福利院接受 但这些孩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 并且即使花费了很多钱去救治 他们也可能会很快死去 因此福利院 医院等机构都觉得这些孩子的生命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 甚至觉得他们死了对各方面来说反而更有益处 于是这样的孩子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之宝 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价值 我们要让这些本来可能活不下去的孩子 不仅能有尊严地活着 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好 而且活得有意义 不仅接受别人的爱 也能去爱别人 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 哪怕就给别人一杯水 喂一口饭 但是我看到照顾他的这些孩子们的那些弟兄姊妹 他们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 脸上却是很平和的 很平安的 非常充满爱的对这些孩子 那我当时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我就问询了当时一个姊妹跟他聊天 我说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些生命的呢 他说 在上帝的眼中 这些孩子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都是同等的 都是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的 是非凡的价值的 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对这些残缺的人 对这些严重残疾的人 是用对待珍宝那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孩子的 他们也在游戏里面 许多人来这里转了一圈 常常说 孩子太可怜了 你们太伟大了 我说 这里没有可怜的孩子 也没有伟大的人 有的是一位伟大的神 我们只是蒙上帝恩典的人 因为我们的爱 忍耐盼望 都是从他而来 当我们用主耶稣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需要他们 远远胜过他们需要我们 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服侍孩子 其实我们服侍的是耶稣自己 耶稣就藏在这些孩子的生命里 看着我们 我非常高兴地把这个密菲博社之家获奖的好消息 分享给大家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能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影片 知道上帝的爱 拜拜 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